大家好 今個星期的港股走勢比較偏弱 之前說頸線位 幾次的低位 兩萬八千二附近的位置 其實今個星期也曾經穿了 也穿了八天線 到兩萬七千五以上的位置 隨後跟隨著內地方面反彈 其實今個星期的高低波幅 上星期至今已跌過接近一千五點 所以見到今天收市可以升上兩萬八千三以上 短期來說亦是準備一些減價位置 因為再上升 動力這一刻還未算太強 如果再理想少少反彈 還是維持20天線 之前也提及過 20天線的位置是向下壓下去 之前幾次反彈都去到這些位置 所以近期若是低位拿了貨的一些投資者 都可以趁著可能市再鬆一鬆綁 可能接近兩萬八千八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趁反彈的時候再減綁 因為始終外圍上的一個消息變化 近期來說都變得比較負面 好像中美或者中歐方面的關係 都還是比較差的情況下 再加上也都有美國方面 也都迫使更加多的中概股 可能陸續有機會退市 所以使得市場氣氛可能都會因應中美關係 繼續有變化 當然你見到市場氣氛 我想現階段很多藍籌股份 已經知道很多已經是陸續公佈業績 我想職休的股份 其實尤其是具有盈利基礎的一些股份 其實都還可以繼續持有著 但如果在半年方面 尤其是去年方面在下半年的業績 不能夠帶來一定的轉機的一些股份 其實那個走勢上可能還是比較偏弱 當然我想在中美的角力底下 可能比較上受惠 都會維持在港交所身上 因為如果更加多中概股 來本港上市的話 成交量都可以繼續取勝 所以見到港交所都是 這一段的市反彈上的舊市功臣之一 所以港交所若果有機會 尋回到接近484這些位置 可以考慮趁低這些位置再次補署